就在这一个房子里面住了两年 生活着这两年我过得非常的充实开心 主要是因为我有一群非常要好的日本朋友跟海外的朋友 嗨大家好我是艺人商品会议的Na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我来日本之后第一个住的sharehouse 我在之前这一支我为什么来日本的影片有提到过 我一开始就是锁定住sharehouse 今天这支影片就会更详细的说明 我当初是怎么挑到sharehouse 以及住sharehouse的优缺点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我当初住的房子是长怎样子 我住的房子长这样子 而我个人使用的空间是这样子 我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型 一个人的空间的话大概就只有三坪 上面是床铺下面是一个书桌 还有透明的收纳箱 让你整理你的衣服 还有一个放杂物的三层柜 就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另外在公共空间的话 就是有厨房客厅 这样子小小的空间 让你跟其他的居住的人一起做交流的动作 我就在这一个房子里面住了两年 生活着这两年我过得非常的充实开心 主要是因为我有一群非常要好的日本朋友跟海外的朋友 而其实住sharehouse大家不好的经验其实也很多 今天Nana要跟你说明我当初是怎么选sharehouse的 以避免踩到一些地雷 我会选择sharehouse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希望跟日本人住在一起 这样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加我跟日本人的交流 提升我自己的日文人力 这个原因就是省钱 在日本租房子跟台湾的差异非常大 他们需要支付一笔初期费用 里面包含了夫金跟礼金 另外他们是不付任何的家具的 所以如果你要入住的话 家具你要自行准备 住sharehouse你就可以不用负担这么高额的初期费用 以及也不需要买家具 我来比较我住sharehouse的费用 跟我后来搬出来一个人住的费用 让大家参考看看 接下来的费用都是以日币计算 住sharehouse的费用是 房租48000加上工艺费8000总共是56000 初期费0 也不需要另外一付水电瓦斯以及网路的费用哦 我后来自己搬出来 住sharehouse的费用是 9万日币 初期费用包含了礼金、福金 还有保证人的机制 总共花了34万 网路我还要另外请电信公司来安装 安装费用是2万日币 加上每个月还要再付6000 还没完还没完 还有水电瓦斯 水电瓦斯平均下来一个月还是要付快8000块 所以这样total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比sharehouse贵很多呢 当然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sharehouse有刚刚我提到的优点 费用低 但他就是跟大家一起共用空间 每个人的习惯落差都非常的大 如果你比较有洁癖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的话 可能就不太适合住sharehouse 提供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去筛选 我觉得可以相对的找出尊重公共空间的人 第一个我会选择入住人数少的sharehouse 一来入住人数少交流比较频繁 你也比较好去跟大家沟通一些事情 如果有真的生活习惯落差太大的话 稍微讲一下大家都还是会愿意改的 而另外入住人数少的话 我们在使用厕所浴室还有厨房的话 每个人分配到的时间就可以使用的比较多 我觉得也不比较不会有争吵 清理上面也比较简单 第二个我当初选区域的话 非常注重离开就是party people会出没的地方 例如池袋涉谷新树六本木 这一些地区我就不会选 因为这一些地区比较多可以去游乐的场所 所以会选择这样子的地方居住的人 可能他们潜在也是会比较喜欢热闹的人 所以我就是会避开party people区 然后尽量挑选在高级住宅区 像是四点谷区、黑区、吉祥寺或是品川区 这样子的高级住宅区的话 我觉得会选择的人相对对于日本文化比较了解 他们才会选到这些地方 对日本文化有一定的体会的人 我相信应该也会比较注重去尊重别人 所以我当初就是锁定这两个要素 我觉得我选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我使用的share house就是这一个 borderless house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我会选择borderless house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打 有一半的房客一定是日本人 所以这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加上他们有非常详细的居住环境 以及房型的介绍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安心 入住的所有的国籍以及价钱都有一篮表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接下来如果住进去房间有哪些人 而且每个一篮表里面每个人都会稍微的写一下 他们对居住share house的期望 看起来应该都是喜欢交流的人 所以这样子透明化的资讯让我非常的放心 最后一点就是他们有台湾人的联络窗口 你在台湾就可以预约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我联络起来是非常顺畅的 你不排斥跟其他人share空间的话 我是非常推荐share house的 因为来外国生活 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都是孤独感 这样子的share house的环境 让我随时随地回到家都有人陪我聊天 所以我是真的在这两年里面都没有感受到任何思乡的感觉 另外如果更进一步的 你不介意你的房间里面有两个人的话 我非常建议你们可以选择两人一间的房间 已经比较低 二来天内你也自然而然的 可以跟日本人有交流的动作 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会让我在share house期间过得非常的开心 就是我有一位可爱的台湾动友 我们可以一起去玩 一起聊很多台湾跟日本的文化差异的部分 让我觉得很开心 还有就是我可爱的日本室友 他是一个护士 然后非常有耐心爱心 就是帮助了我许多 最后还有两位日本男生的动友 他们就是非常热意跟外国人交流 所以我都很常常跟他们请教问题 每天回到家他们也会跟我一起看财经新闻 我上面这一集有提到 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 还是跟他们有联络喔 不知道今天这样子的介绍 有让大家更了解日本的share house吗 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喔 如果有喜欢的话记得分享与订阅 那我们下一次见 Mata oai shimashou Bye Bye